我們想問一下這次去就是21天 那現在有人質疑就是說為什麼要去這麼久 有必要到這麼多時間嗎 因為大概一到選權都沒有機會再去美國 所以一次就把該座全部做完了 而且既然他是一個學習之旅跟對話之旅 也要花多一點的時間跟美國的各個階層去對話 所以用一點比較長的時間 有人在說我西安都沒去 主席怎麼看昨天說反對非綠聯盟的政治口號 不過今天主席說現階段整合藍軍 那下一步還要整合包含您在內的非綠大聯盟 主席怎麼看 就是說一開始我就反對這種口號 其實有本事就去整合民進黨對不對 我還是反對這種兩極對抗 這樣搞臺灣已經大概30年都陷在這個泥澇裡面 這個應該是該走出這個泥澇的時間 市長是不是有人在內部裡面就是拋出兩岸應該要互相承認 然後並且在國際要雙重承認 你覺得這個會適用嗎 就是這樣啦喔 重點不是名稱啦 重點是實質內容 所以你要搞什麼雙重承認 那就要先講清楚到底是承認什麼 所以我常常知道啦 對我們來講 你一個包裝 只看到那包裝 到底裡面裝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作為 像我們的外科性格 比較注重的是內容 而不是那個抬頭 就是那個名稱 所以這個承認是要承認什麼 那時候內部有問題 不是啦 所以我都會講說到底要承認什麼 所以還是一樣啦 我們國內就是政治口號太多 所以我覺得這樣啦 口號一定要有論述 要有內容 那你知道雙重承認到底要承認什麼東西 那你是不是有說主張要兩岸共識 兩岸共識的國師會議要來召開 就是這樣啦 其實我昨天發現有個時間講錯 是1990 李登輝總統召開國師會議 解決台灣萬年國會的議題 所以後來有中央民代的全面改選 其實從1990到現在已經幾年了 24 90 34年了 所以 我倒覺得這樣啦 我不是說我去新加坡 新加坡高層一句話就臭中我們台灣的問題 我當時問他說 新加坡在中美之間怎麼看起來好像有刃有餘 你們是怎麼處理 他一句話說你們台灣自己內部都沒有共識了 怎麼去對外處理兩岸關係 所以我到底覺得是這樣啦 在過去從1990到現在 特別是在1994以後 台灣這種藍綠對抗的氣氛變得濃厚以後 可是從來沒有人想過說 特別是由總統才有權力去召開國師會議 所以如果是這樣啦 我要是當選我一定要先解決內部的共識 內部都沒有共識了怎麼去處理外面的對外關係 市長想要再問一下 亞洲統神他昨天在直播的時候被問到說 說願不願意當民眾黨不分區 他說至少要第七或第八他才願意 你們有想要找他嗎 我們歡迎所有人來參加 但是要 我們還是有一定的程序 臨選程序 這個我們現在才要開始這個部分區的這種多方爭訊 不過歡迎所有人來參加台灣民眾黨 所以你要跟統神在鏡頭前呼籲他來參加 我跟他是還算友善 不過那個一樣嘛 歡迎有志青年前來報名 所以怎麼看說根據一分最新的民調 我說如果對手是賴清德跟侯友宜的話 那你的民調是17.1% 但是跟一月相比好像下補的大約是4.5個百分點 我跟你講 還是那一句 我每次說我同學林批榮那個講的最有趣 他說考前不會考後不會 只有考試那天會 坦白講喔 我們這種選舉當然是這樣 選前民調不重要 選後民調不重要 就投票那天的 不過老實講還不只民調 要真的去投才有用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所有這些都是看一看就好 每天看民調就不要做事了 市長因為你第一個行程就是要去球場 然後還要去看球賽 你有辦法把這個球賽全部都砍嗎 我看也是很困難 主要因為這樣 因為到美國第一天是假日 假日 不像我們在台灣很習慣六日在工作 美國好像到了週末都真的去休假了 所以我也好啦 因為剛好跨過一個那種Jetlag 就是那種時差 剛好可以有一天調整時差也是好的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加油 阿北加油 加油 阿北加油 阿北加油 加油 對啊 來 加油 加油 阿北加油 酷